小哥你吃啥那么脆啊 糖醋肉片啊 糖醋里脊我吃过 肉片是个啥啊 这糖醋肉片可是卤菜的传统名菜 这个你要好好学一学啊 那太好了 做这个糖醋肉片呢 就选这个去皮的这个五花肉 咱们稍稍呢斜着点呢 给它切成均匀的厚片 肉片里呢咱们来加点盐 加点料酒 给它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咱们另取一盆呢 里面放入玉米淀粉 淀粉加水呢 给它调成糊状 给它抓到非牛顿流体的状态 里面呢再放点食用油 这样呢会减轻这个糊的粘性 同时呢会增加这个糊的脆感 把腌好的五花肉放入糊中 然后淀粉糊呢 把这个肉片裹匀 油温呢升至六成热 咱们把这个肉片呢 均匀的挂上糊浆 开始下锅 下的时候呢有讲究 不要朝一个方向下 左一片右一片 东一片西一片 这样呢防止它粘粘 全都下完之后呢 给它炸至定型 咱先给它捞出来 这样呢肉片呢 它就不粘粘 都闯开了 咱们这炸的同时呢 这油温呢会降低 咱们继续呢 把这个油温呢 升至六成热 咱们来复炸第一次 要复炸两次呢 能把这个五花肉当中的油脂呢 给它逼出来 这样吃出来之后呢 才是外酥里嫩 咱们先来复炸第一次 炸到这个表面焦黄呢 咱们再次给它捞起来 在油温呢 继续升至七成热 咱们来复炸第二次 锅边呢冒清烟 咱们再次下锅 来复炸第二次 这片复炸呢 咱们先放在一边 咱们开始调这个糖醋汁 锅里呢放入少许的底油 放入姜蒜末呢 给它爆香之后 放入大半勺的白糖 一勺的米醋 咱们来放点生抽 要想甜呢 咱们来点盐 这样呢 它的酸甜味呢 会更加的厚重 糖融化之后呢 咱们用水淀粉来勾芡 咱们把这汁呢 打到这种粘稠的状态 这时候呢 咱们把肉片捞出来 看听听这个声音 非常的酥脆了 咱们用点热油呢 把这个汁给它爆开 下入肉片 把它翻炒均匀 裹匀呢 咱就可以出锅装盘 最后呢撒点芝麻 这糖醋肉片就做好了 糖醋肉片呢 是一道炸溜的方法的 一道家常菜 糖醋肉片 与糖醋里肌的区别 在于用猪肉的部位不同 糖醋肉片呢 是用的是五花肉 猪肉呢 含有很丰富的维生素B 在这里提醒大家 在吃猪肉的时候 最好配着一些大蒜来吃 大蒜呢 能够促进维生素B 最大程度的被消化吸收 关注我们明天见 草鱼呢 家家户户都在吃 去腥呢 是个难题 今天我就用四步 吸腥大法 来帮您解决 您看好了 第一步 咱需要把草鱼腹部的黑膜 给它去除 这黑膜呢 土腥味特别重 咱们用个厨房用纸 来把它擦拭干净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纸上呢 都是这种黑膜 黑膜呢 我们已经给它去除干净 第二步我们要去除腹部当中的贴骨血 我们取一个扫子 要把贴骨血呢 给它刮干净 那再来用厨房用纸呢 给它擦拭一下 这样呢 我们就把贴骨血处理干净了 这是清理出来的 去腥的第三步 就是鱼的喉咙 在这个位置 鱼的喉咙呢 连着鱼牙 咱用手呢 慢慢的给它拉出来 千万注意安全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鱼的牙呢 就在它的喉部 这块喉骨也给它取出来 现在呢 我们用了三步 把它的腹部的黑膜 贴骨血 还有它的喉部的牙齿 喉咙 给它去掉了 现在呢 我们来到第四步 咱锅里呢 烧水 烧至70度左右 咱们用手呢 稍稍滑一下 烫手就可以了 咱们把草鱼下锅 咱们稍稍给它烫一下 好 烫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烫好的鱼呢 咱们用刀 轻轻地把表面的黑膜 粘液给它刮掉 这个粘液呢 土腥味特别地重 给它去除干净呢 我们的这个鱼呢 吃起来 再也不会腥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粘液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一条鱼 清理出多少的脏东西 这样呢 草鱼就清理好了 四步的吸腥大法 吃了草鱼呢 再也不会有土腥味 无论是淡水鱼 还是海鱼 在烹制过程当中 去腥是主要的任务 在提前窄洗的时候 要按照刚才刘强 做这个鱼 所谈到的这祭典 我来讲一下 鱼的腥腺 需要不需要去掉的问题 大家说是腥腺 实际上它是鱼 在水里游动的 一种平红腺 这个平红腺呢 腥味很轻 可以不去除 不会影响 这个鱼的味道的 只要是调理好了 窄洗好了 在调味在烹饪 加热过程当中 注意好合理的 用好调味料 鱼的腥味 是完全可以去除的 椰栏好菜 每日更新 为您的美味生活 增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